R1的高档封闭社区,隔壁就是学校 五房的大独洞,大院子,大车道,大条高,超低的持有成本 这样的房子有多划算,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一进门咱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大客厅和大条高 这个房子一共是双客厅的设计 这是其中的一个客厅 通过这个大窗户可以看到院子里面的绿色 向右转这边就是它的第二个客厅 所以当家里来了客人之后呢,可以做到户部打扰 而且咱们看这一排大窗户,特别的漂亮 绕过了这个客厅呢,这边就是它漂亮的厨房 三面的橱柜加中岛 在一楼呢,还有两个卧室 这个呢,是其中的一个卧室 已经被它用来作为了一个书房 那么在右手边呢,还有它的第二个卧室 就是视频里看到的这样 所以呢,一楼是两个卧室 共用一个全域 接下来呢,咱们就看一下它的院子 打开了这个推拉门呢,咱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院子还是非常的大的 这个在尔湾来讲的话 这种就属于很大的院子了 甚至可以用来打个羽毛球 或者放个篮球架,打个篮球之类的 现在呢,咱们顺着这个大条高的这个客厅 上到了二楼 首先呢,上到了二楼之后呢 在左手边就是它的主卧 这个主卧呢,两扇非常大的窗户 从窗户呢,可以看到院子里面的绿色 而且还有一个步入式的衣橱 在这边呢,就是它主卧的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也是非常大的 咱们看这个大镜子 占于浴缸 而且呢,还是有两扇窗户 其实大条高的房子呢 最漂亮的就是可以从二楼 看到楼下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非常的有空间感 一楼呢,有两间卧室 二楼呢,就是有三间卧室 刚才咱们看了主卧 现在呢,咱们看的是这两个次卧 这两个次卧呢,也都是大窗户 两间次卧,共用这一个全域 而且呢,这里也属于尔湾的一个黄金地段 去哪里呢,都非常的方便 这样的房子仅仅只要219.8万 性价比呢,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咱们呢,最后再看一眼 这个漂亮的客厅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或者约看房,可以单独的找我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